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又到了我们爆米花的故事时光 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 今天为你预备的单元叫做《你来评评理》 知心姐姐要给你讲一只灰猫的故事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理 在一个遥远的乡村,一个老旧的农场养着各式各样的动物 有怪模怪样,有下不出蛋的老母鸡,有既顽固又挤不出奶的老母牛 还有一群既既难产,又长不出毛的老绵羊 此外,农场里还有一只毛茸茸的灰色小猫 名字叫做芬妮 芬妮是一只很普通的猫 它有一条普普通通的长尾巴 摆动的时候会发出咻咻咻的声音 芬妮有一对普普通通的绿眼睛 总是以它好奇的眼光来看整个世界 没错,芬妮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灰色小猫 可是却有一点让它与众不同 那就是,芬妮只有三只脚 小猫芬妮刚出生的时候就只有三只脚 而不是四只脚 所以它走路的时候总是一波一波摇摇晃晃的 往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才能把头伸进牛奶桶里喝上一口牛奶 如果想要跳上栅栏晒一晒温暖的阳光 那也得费上好大的力气 不过除了这些不太方便的地方 大致来说芬妮仍然可以行动自如 它并不需要农场上其他动物们的帮助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动物真心想要帮助芬妮 该怎么说那些动物们呢 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跟芬妮讲过一句话 因为大多数的动物都觉得 要和一只缺手缺脚又残疾的动物交谈 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些动物都不需要农场上其他动物 每当三只脚的芬妮 一搏一搏地经过其他动物的身旁 小鸡们总会竖起羽毛 转过身去看着别的地方 偶尔有一只小鸡想要走过去和芬妮说话 就会有一只老母鸡跑过来咯咯咯地大叫 把小鸡给噓了回去 老母鸡总是说 吃吃吃 别和它说话 你会让它感到不自在的 而且它自己也没什么话好说 可怜的芬妮只好假装自己毫不在意的样子 一搏一搏地走开了 三只脚的芬妮每回经过养牛的牛棚时 所有的牛都会用它们那棕色的大眼睛 炸呀炸呀地瞪着它 要是有小牛想要将脖子伸出炸来和芬妮说说话 总会有那么一只凶巴巴的老母牛 母的一声 把小牛吓得赶紧缩回脖子 老牛总会对小牛说 别和它说话 你这样做只会让它感到不自在 而且它自己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芬妮只好当作没有听到 假装和碰巧飞过来的黄蜂或是蝴蝶玩耍 在骨仓和农舍之间 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每当三只脚的芬妮一搏一搏地 走在这条熟悉的小路上 小羊们都会跑过来 想要和它聊聊天 可是小羊们才刚刚穿过木树丛呢 有一只老羊立刻把它们叫住 小羊快回来 不要和它说话 你们只会让它感到不自在的 而且它自己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可怜的芬妮只好继续往前走 就这样 农场上没有一只动物 愿意和芬妮说话 芬妮只好孤零零地走着 自己跟自己玩 自己和自己说话 这让其他的动物觉得 这一只三只脚的灰色小猫 更奇怪了 项目 农场里还住着一只脏兮兮的小狗 露比 露比没有爸爸妈妈 每天都单独睡在满是干草的破仓库里 露比很喜欢用舌头去舔农场上他遇到的其他动物 他总是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 热情又快乐地把他的鼻头凑上前去 轻了又轻 舔了又舔 农场里的动物就算没被露比舔过 也被露比亲过 小鸡 小牛 小羊 很喜欢这样的打招呼方式 可是老鸡 老牛 老羊 可就没那么喜欢了 他们总是既尴尬 又慌张地跑过来跑过去 为了躲避露比的清天宫市 有一天 一只老母牛远远地看见 小露比好像一颗皮球 蹦蹦跳跳地跑过来 老母牛立刻冲着小露比 叫着说 你亲我们亲的够多了 为什么不去亲那只三角猫分年呢 其他的动物在一旁看热闹 大家都心想 那只从来没人和它说话的三角猫 谁敢亲他呀 可是露比一点都不害怕 也不害羞 他立刻躲进了高高的草丛里 埋伏在芬妮每天会经过的小路边上 等到那一团一搏一搏摇摇晃晃走过来的灰色毛球 一靠近 小露比立刻从草丛里跳出来 以那迅雷不及掩饿的速度 伸出舌头 冲着芬妮的额头 芬妮的脸颊 轻了又轻 舔了又舔 哇 露比的动作可真够快的 神奇的是 芬妮并不像农场上的其他动物 着急的想要逃开 他很有善的伸出舌头 也舔了舔露比 看上去 芬妮一点都不难为情 而且他竟然和露比聊起天来了 他有好多话想说 这完全超乎了其他动物的意料之味 芬妮并不像农场上的其他动物的意料之类 也舔了其他动物的意料之类 从那天起 露比和芬妮两个就形影不离 做什么事都在一起 当他们经过鸡舍的时候 他们会一起停下来 和小鸡们聊聊天气 谈谈那些长得又高又大的向日葵 接着他们也到牛棚 和小牛们一块聊聊天 小牛们听芬妮说话 听得兴高采烈 连那只固执的老母牛 都请大家喝牛奶呢 当露比和芬妮肩并着肩 走过那开满了木素花的大草原 正在玩耍的小羊们 纷纷靠了过来 他们惊讶地发现 芬妮简直有满肚子的话想说 原来芬妮就和其他的动物 没什么不同 一样都需要友谊 残不残疾 残不残肺 只是心态上的差别而已 听到这里 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 弟弟妹妹 你还会害怕 和那些长得不太一样的人 说说话 做朋友吗 有残疾的人 就和你一样 都需要被爱 下一回芬妮姐姐 再与你空中相见了 拜拜 我是小小时间家 喜爱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听歌 人家学习或选择 听歌吃我好跟机 不怕暴风来惊喜 我有梦想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 我是小小时间家 喜爱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听歌 跟着学习或选择 听歌吃我好跟机 不怕暴风来惊喜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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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梦想在心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